距离女排超级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开打 只剩下不到一周的时间 各大俱乐部都已提前抵达江西上饶赛区 做好赛前的准备工作 其中身为未免冠军的天津女排 则是迅速开展了第一堂训练课 还公布了最新的对抗训练视频 让球迷们能更好地了解到天津队的备战情况 不过就在各队积极备战之际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斌则是在日前透露了明年的任务 大家必须要拿下奥运赛的晋级资格 这是中国女排的首要任务 毕竟在新的周期 中国女排的比赛任务繁重 若能直通巴黎奥运会 自然能缓解不少比赛压力 但当下摆在蔡斌眼前的 却也有选人方面的问题等待着她 今年联赛涌现出太多潜力出众的新人 蔡斌要通过层层考察 确定下明年女排国家队的名单 这不在自由人位置上 中国女排就又洗添一些新的选择 倪非凡的位置正受到严重冲击 众所周知 老将敏利退役后 王梦杰就成了首发自由人的不二人选 他也确实为中国女排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此前的世锦赛上 王梦杰的经验防守和稳定的一传 再加上对防守卡位的精准判断 不禁让人感慨 郎平的选人眼光有多毒辣 毫无疑问 王梦杰就是当前中国女排的第一自由人 他在新周期的位置无可取代 然而相比于王梦杰 倪非凡和王卫一两人的位置可就没有那么稳固了 倪非凡今年只打了三场比赛 便因为伤病的原因提前退赛 随后缺席了第一阶段的所有比赛 根据江苏媒体的透露 倪非凡以前往南京接受治疗 极有可能会在第二阶段付出 王卫一的情况稍微好一些 可今年上海女排的比赛中 王卫一的表现重归重举 没有太多抢眼的表现 自由人排行榜更是只排在了第十位 王卫一显然没有达到球迷们预期的表现 并且在今年试联赛的时候 王卫一和倪非凡的水平其实很接近 接瓦尔加斯的大力跳发时 不是直接飞出了场外 就是接出冲天炮式的一船 为此新的国家队名单 他们俩都有可能被新人所取代 就拿四川女排的杨玉宁来讲 他本赛季的表现就格外强劲 杨玉宁不但牢牢锁定自由人榜首的位置 一船表现更是相当稳定 他与妙一文的一攻一防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除此之外 24岁的中生代选手许佳南 今年亚洲杯上的发挥简直堪称完美 回到联赛后 许佳南也展现出自己的过人之处 他的一船防守面积大 防守卡位精准 面对瓦尔加斯的大力跳发 许佳南的一船到位率非常高 他是国内为数不多皆大力跳发 能够做得这么出色的自由人 正是因为如此 中国女排来到国际赛季 就需要这种自由人坐镇 许佳南和杨玉宁都具备不俗的潜力 如若在第二阶段的排位赛和八强比赛 这两人能延续优秀表现 那么就有机会被蔡斌破格提拔 期待他们能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争取早日入选中国女排国家队 为国争光 看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